植物提取物必須兇討服用,保健食法每天2粒,進階食法每天8粒 糖蠟燒能有效控制血糖,改善胰島素阻礦,延長胰島素,幫助糖尿病患者回復日常生活 產品查詢熱線55379521 黃昏流星群,是我們的新節目,我之前錄了兩集,我是大肥 但始終我是一個男人,做這些節目,或者這些故事可能不夠深入 但我先放了兩集出來,我找Janice幫我做星演,講另外的故事 大家如果有興趣,或者覺得我們兩個講得好一點,我們以後就用那個人講 黃昏流星群,其實就是講,在這個世界上,許多年多已經超過40歲 他們總是期待在生命完結之前,能夠再轟轟烈烈地再談一次戀愛 他們這個希望,就好像黃昏流星一樣,發出人生最後一度光芒 這些胸中,即是心裏面,埋藏著熱情的人,在生命裏面最後階段 內心開始覺得焦慮不安,所以我稱呼這些人叫黃昏流星群 黃昏流星群,我是大肥,用第一個人稱作故事 那個主角,修哥,他是一個退休警員,即是我是一個退休警員 變回我一個人稱,說得比較好一點 他家裡百無了賴,不知道做什麼好 他家裡有一個退休警員,他家裡有一個退休警員 享受一支飯後煙 好壞不壞,那個女兒突然在那裡拍我 不要吃煙了,老爸 你看看,孫仔,不要吃了 幾十歲的人,差不多七十歲 上去家裡吃煙都不行,沒辦法啦,有小孩 走到街,看著,因為我家裡對著一個溪邊 在那裡,看著,享受著一支飯後煙 突然間有個人說,追賊追賊追賊 然後,轉過左邊,就看過左邊 看到有個年輕人,不斷走出來 後面有兩個警察,不斷追著追著 那時候,因為我下去,年紀大 這樣呢,我習慣拿把傘 因為那把傘可以做拐掌 如果有時候,風濕痛的時候,可以頂一下 我就拿把傘,一勾,啪,跌了 那兩個警察,順利地拉到他 在這個時候,其中一個警察,散仔,認得我 喂,修哥,你住這裡嗎? 我說,是啊,退了優點 又是這樣,下來吃煙,剛剛碰到這件事 哎,你的東西,我們整個警署 幾十年都還在說 寒圈兩句,回到家裡 剛剛好,黃昏新聞報道 報道一件案件,就是一個女人 幫兒子投保了一大筆保險金 然後殺了兒子,拿了這筆保險金 因為後來的科學鑑證,驗DNA 即是現在的驗DNA 可以做到很多很微細的事情 就是突然發網難逃 我想一下這件案件 腦裡邊有很多疑問 我解決不了 雖然退休了 即是沒有再在警察局出入 即是警察局出入 那怎麼辦呢? 第二天,睡醒 反正退休人士 坐火車,一路去,一路去 去到我以前,在那裏做刑警的時候 做便衣的地方 為什麼會發生? 因為在三十一年前 有件兇殺案,同等 有個女人,兒子 在懸崖失足,軟足的時候 懸崖失足,跌了下去 死了,事後發覺這個女人 我們叫蘭姨 蘭姨 她是跟她 投保了二百萬的人獸保險 這個女人當時 經濟不是很富裕 而那個小孩是六歲 為什麼呢? 其實當時有很多疑點 但是匆匆就過去了 令我想起這件案件 是不是真的有人 為了錢去殺自己 親生骨肉呢? 我很大的疑問 終於踏上了這個旅程 去到當地的派出所 當然啦 找回老拍檔啦 吹幾句啦 那些年輕後輩啦 那 就找到當時的蘭姨 當時叫小蘭 現在叫蘭姨 是否還在這裏生活 是真的 還在這裏 她很出名 出入議會高級場所 當時案發的時候她31歲 加起來現在62歲 蘭姨的老公 是做議員的 啊 相當出色 所以蘭姨都一個風頭等 雖然62歲 當年都很漂亮 那我很多疑問 我就不夠膽 問人拿她的電話 各樣東西都未必給我啦 我就寫了一封信 查明了一個是恃了公眾人物 投遞寄信給她 那我就在找間酒店住落座 在那裏等 等了一天 電話響 蘭姨打電話給我 喂 收哥 不久沒見啊 這麼空來這裏 那我不如大家出來喝杯茶吧 好嗎 她說好啊 好啊 哪間咖啡室等啊 那我就開車 去到咖啡室 等她 她進來的時候 很雍容華貴 很大方 雖然呢 事隔31年 輪廓各樣東西依然 很漂亮 貴婦人一樣 一坐下來 我心都 啪啪啪的跳 開門見山就說 為什麼 當年那件案 有很多疑點啊 我解決不了 我想問一下你行不行啊 難以說 沒什麼不行啊 那我就說 我剛剛看了一段新聞 就是個媽媽 殺了個兒子 騙了很多的保險金 東窗事發 但是當時我徵辦這件案的時候 很多疑點 但是比較粗疏 其實粗疏的原因是什麼呢 我靜悄悄和讀者說 或者聽眾說 就是當時 在懸崖邊 蘭姨報了警 我們來到的時候 就見到 大概三十幾尺的底下 有個六歲的年輕人 跌在那裡 十字車 反文無述 我們徵求蘭姨落口供 蘭姨就說 她跟她來交友 她失足 滑了下去 跌了下去 這件事就是這樣發生 錄完這個口供的時候 很簡單 幾句 但是在現場那裡 有些證物 就是見到蘭姨有顆鈕 在懸崖邊 這個證據就是說 當時 她說 她滑腳 在一條小小的斜坡 滑下去 然後再跌下去 那為什麼 在懸崖邊 有你的鈕呢 為什麼呢 還有 還有 就是 我自己 驗屍的時候 看到 那小小的 右手 在這裏 指骨之間 有些乳痕 因為她跌下去就死了 那些血 沒有流通 積聚在那裏 變成發男發子 但是 這件案就是這樣過去 也因為當時 我和我太太不開心 而徵辦這個案的時候 我和這位蘭姨 是搭上了 有了三個月的 半同居生活 是不是我做錯的事情 放走了她呢 但是 檢察官沒有檢控她 既然檢察官 不檢控她 我又覺得我心安理得 是不是 事後上 我應該 事隔幾十年 應該回來 尋求這個真相 所以我開門見山 就問 蘭姨 我說有件這樣的事 殺害了一個兒子 為了保險金 和你當年很相似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其實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你的口供前後矛盾 開頭你說 看著它滑下去 它跌下去 後來我們說回證據 那顆樓的時候 你就說 你見到它滑下去 你追下去 想說拉它的時候 拉不住 它跌下去 事後補充 我問你的時候 你就說 因為當時第一次 口供的時候很混亂 沒有第三個證人看到 也沒有人可以證明到 可不可以跟我說 不是追究什麼 只不過我真的想知道 也想知道 當時我和你發生的那段感情 是否影響了我 判這段案的直覺和邏輯 蘭姨不出聲 她說 你認為我是這樣的人嗎 我沒有做過 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 我再約她翌日吃飯 她恩言答應 我那晚回去 攝高枕頭 在酒店 想想我和她在三個月裡 我們相知相愛的那段日子 久不久 我回去的時候 就見到煙灰缸 是有另外一些煙灰在那裡 她不吃煙的 但是有些塗色的煙頭在那裡 也試過回去的時候 看到她面上是有乳痕 我問她她不肯說 以我的推測 應該當時是有第三者 有第二個男人在這間屋裡 只不過安排得好 只不過安排得好 再見面的時候 再問問不到什麼 再回去 因為我打算在那裡逗留一個禮拜 我就是警察的檔案室 去找 去找 找到原來 蘭姨曾經和一個男人結婚 這個男人 今年已經是八十幾歲 即是戴亞蘭已經二十幾年 現在在老人院 她的報告告訴我 她曾經因為盜竊罪 和打架 藏鞋 是判了十五年間 我嘗試循這件案和線索去聯絡她 即是醫院 老人院 見到她 老人痴呆有個很重要的象徵 就是 越近的時候越不記得 越遠的時候越記得 我就問她 你呢 是否認識蘭姨 她說 是啊 我認識蘭姨的 蘭姨有個兒子 有沒有印象 有 有 那麼 幾年幾月幾日 喂 你們是不是一家三口 因為我不肯定 這個是不是她的老爸 因為蘭姨的兒子 出生只是沒有生父 那我就問她 是不是一起上山 是呀 交遊 和她一起上山 這樣 那我很大膽 因為已經裹頭緊的 還有有老人痴呆 她未必記得 我就問 有沒有一件事 你記不記得 你用一隻腳 踩個小孩的手 令她跌到山崖 有些人 不記得了 好似總之我那天 是一起去的 後來不知道什麼事 我先走了 不是很清楚 她令我更肯定了我的判斷 我再約阿蘭姨出來 再跟她說 將她的腦傷好 的公辭 在她面前重申一次 當然我隱瞞了她 她不記得 我說她很清楚交代了這件事 阿蘭姨在哭 哭得很緊要 跟著看著我 你相不相信我殺人 我說我不信 這樣就好了 我沒有殺到我的兒子 現在我是相當幸福的 但是我一輩子最開心 就是和你過過三個月 這件事你既然清楚明白了 我們也應該告一段落 再見 跟著 將頭照著你 射了我一口 再會是什麼意思呢 我回去 我原本屬於那個社區 第二天 打開報紙 難以 在她兒子發生意外 或者兇殺案 那個斜坡那裡 掉了下去 結束了她生命 拜拜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對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顧法 浴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中文字幕製造成員 我們要問你 我們要兒子 看一下 感谢观看